中方注意到美国欧盟方面发表了声明 在此阐明以下立场 一 美国为一己之私拒绝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却以国际法教师爷的姿态对他国落实公约的情况 品头论足 指手画脚 充分暴露其以双重标准选择性适用国际法的虚伪嘴脸 二 美国欧盟等罔顾南海问题的历史经纬和客观事实 违反联合国宪章 曲解包括公约在内的国际法 其立场主张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三 美国违背其在南海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公开承诺 怂恿菲律宾提起南海仲裁案 并公然发表声明为仲裁站台背书 完全是政治操弄 旨在利用盟国搞乱南海 搅乱地区 实现其打压中国的险恶目的 我想强调的是 在中国和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 当前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中国将与东盟国家一道 继续致力于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推动本地区繁荣发展 我们敦促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国家 切实尊重地区国家维护本地区和平稳定的努力 停止采取不利于本地区和平稳定的言行 停止做南海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